时间没有停留 就这样流逝着 好像没有多少时间 感觉不到一样 那个叫盘古法术的老人 留了下来 他继续这盘古没有做完的事情 老人请来了自己的道友 两人在一起 不停地推演计算着 继续完善 没有建立好的新世界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不知过了多少遇 终于有一天 两人停下了手头上的工作 也就在这时 那光明世界真的出现了 出现的是那么突然 仿佛黑暗被一刹那吞没了 眼前一片光明 不知是怎么实现的 这时的盘古 他精神思想还没有完全消失 现在的他 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个世界 由黑暗变成光明 由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变成春夏秋冬 日出日落 升级薄薄 大地一片灵气 无数的生命诞生 花开花落 这多么的神奇啊 此时他开心地笑了 而他也就要消失了 从此化为宇宙能量 不复存在了 在他消失的时候 他的身体散出道道白气 缭绕不去 最后据成几颗巨大星辰 盘旋在宇宙中 散布在苍茫里 被称为神道世界 在最后 他把一道神石 复印在一块大地上 用已经听不到的声音说道 我已经看到光明世界了 这样感觉真好 可惜我就要彻底地 离开这个世界了 但我知道 因为我的死 会有其他生灵诞生 有其他生命 在我的身体里存活 他们 会代替我活着 稍微犹豫了一下 继续说道 我现在 留下一道神石 在那若干年后 若有人能够激活他 他 将是这个世界的新主人 他 就是我的继承人 他会代表我 来掌管这个光明世界 去征战 那未知的苍穹 浩瀚宇宙 成为真神 成为主宰 说完这些以后 他就这么消失了 没有太大动静 更感觉不到 安静地消失了 关于他的故事 还有这样的版本 盘古是开天蔽地之后 为了怕他复合 用头顶着天 脚撑着地 他不停地长高 天地也就越高越远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天与地的距离 也有三万六千里 盘古终于可以 松一口气了 于是 他低头望向地面 看到从牙齿中流出的雪 化成了水 水中又生出了猿虫 猿虫生病迁 病迁生刚须 刚须又生出了龙 天地间产生出了很多生物 盘古于是把身躯 化成玉京山 自称为原始天王 住在玉京山上的原始大殿里 开始吸纳天之惊奇 每隔一小时段 就下山取一次地之 水泉 修炼法术 调整天地万物的规律 盘古时后来又被尊称为福利原始天尊 对于是 在玉京山上的原始大殿里